我叫陈文斌 是福建举重队原总教练 也是原国家男子举重队总教练 今年62岁 退休两年 当时74年 上上下乡 插队在连城的果林场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通过原先在老家的一个体育老师 方老师的推荐 来到福建省举重队 走上了这条举重的运动员之路 由于我们当时训练的方法 手段 包括训练的结构 不是太科学 太合理了 所以练到一定程度就受伤了 就仿佛则是这样 运动员生涯下来以后七年 我的最好成绩就最多到第四名 后来有个机会 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就感觉要大呼提升运动员 或者教练员的文化水准和基础 理论水准 国家体育总局委托天津体育学院 开办了一个叫教练员转修科 这个两年拓散学习 这两年对后面的我当教练的生涯 可以说是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一个 好 再来一个 懂得用科学的方式去思考 然后可以对比我们为什么会出现杀利 这个过程一直到九八三年到九三年 这个过程十年 那也是在做的 九三年我们参加全国运动会在北京 当时我们还是心心满满 但是到了北京比赛 结果一分为得 原来我们有希望冲金牌的林桂福 赛前两个月坚守上 结果在后场准备活动 七十公斤 八十公斤抓取 赛前就特久了 就没法比了 换气比赛了 赛前三的三 实力的实力 最好的一个就拿到第九名 那么这个对我打击非常大 当时几种呼声都远 福建局中有些说因为一带土地嘛 说要砍掉不做 当时正好金会也劝 审理说已经把足球砍掉 正会把举重砍掉不做 所以在这种极端困难情况下 就是理了军运状 下一届就四年以后 必须全运会拿金牌的 拿不到比我自己被跑打了 所以这个情况就出使我去考虑 要找一个地方 最后是找到了川世达 从某种意义上讲 那个条件是很差 运动员要专心 没地方跑 每天就是吃睡恋 然后四个月 分闭训练完了 我直接拿到赛区去 所以打得都非常漂亮 95年我们代表厦门 打城市运动会 一下子拿了三斤 两银一筒 所以这一下子整个震动 当时刚刚当运动员的理念 就是解决一些温饱 但是后来就不一样了 我们一般派出去 就是冲着金牌去 04年 石志勇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南车62的金牌 福建局从有史以来第一个金牌 所以石志勇拿完金牌以后 我觉得我还有能力 我手上还可以培养更多的奥运金牌 北京奥运会给我的任务是两块金牌 争取三块 最后我们是拿下四块金牌 所以08年以后呢 12年伦敦奥运会 我们也打得不错 南队是拿了 四块好得漂亮 宁清风 稳稳地收获了中国男子举重 本级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 一万一 举重的意义呢 这两层 一个可以为民党 争气为国家争光 参加各种大赛 取得好成绩 还有一个呢 回过头来 可以为民族的健康 全民健康 全民健身 做点事 所以回顾这么多年的 打拼过来的结果 自己感觉 还是很欣慰的 改革开放四十年 我们福建改革进步的同时 把福建集中从原来的中下水平 带到现在世界顶尖水平 也算是给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 献一份自己的礼物 当然我现在是退休了 可是我的心还是乐的 继续为我们国家 为我们福建集中的 发挥一个 贡献正能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点 项目 有点点 项目 就学会我们的买格 如果我更开心 你不能过我们的 有点点 帮助